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后和各王府的福晋格格们只能分站在两侧 舞曲怪结束时 只见姑娘走向慈禧 缓缓跪下 举起如意向慈禧进宪 以往皇后和各王府的格格们向慈禧进宪如意时 都是由太监接过去就收起来 慈禧从不过手 可是这一次慈禧却从李莲英那里拿过了这把如意 把玩了好一会儿才放到旁边的桌子上 看来今儿个慈禧很是高兴 自打这年开春天气一转暖 慈禧便搬进了颐和园的乐寿堂 可住在乐寿堂 慈禧过得却并不乐 1904年2月初 日俄战争报道 双方在中国领土开头 争夺焦点更是中国的东北领土 而作为战争最大的利害相关人 陈柔的清政府却选择了局外中立 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耻辱性事件事 而这一年清政府的财政也陷入窘迫 一月初慈禧就曾预告军机大臣 发出库处一空如洗 无米何能为吹的哀谈 在慈禧心里总闷着一股心事 光绪虽然不说什么 可是从她脸上也看得出她的忧辱 在这本1957年出版的《清空所记》里 详细描述了当时慈禧的心境 《清空所记》是作者 根据在宫中所见所闻撰写的回忆录 他对于研究晚清宫廷生活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写这本书的不是别人 正是殿前跳舞现如意的那位姑娘 玉蓉林 不过是跳了一场舞 尽献了一个如意 就让慈禧解了烦闷 心情大好 这个玉蓉林到底是什么来头 本事真的这么大吗 投书两把头 身穿蟒袍女官服 手持一把玉如意 照片上这位美丽的女子 就是玉蓉林 在1954年 蓉林在自己的手记里 这样介绍自己 玉蓉林年七十二岁 满洲正白旗汉军旗人 公元1882年生于天津 傅玉庚自朗西 曾任前清驻日本公使 及驻法国公使 荣陵在家排行老五 也常被人称为五姑娘 五姑娘长得漂亮 人也伶俐 因为常跟随 担任驻外公使的父亲 初始国外 会说英语 日语 法语 三国语言 这在关幻小姐的圈子里 是不多见的 对于蓉林 我们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她的姐姐 相信很多人 一定听说过 谁呢 德林公主 您诸位好啊 我想诸位不懂中国话 所以我现在要说英语话 这是德林在抗战爆发时 被支持抗日 而在美国发表的一段演讲 脚踏滑盆底 身穿青带奇装 如此打扮目的很明确 一是凸显自己身份 而是借此吸引更多人关注 一直以来 德林都活跃在公众事业之下 担任慈禧遇前女官时 她深受慈禧宠爱 与光绪也来往密切 是宫里的红人 清朝灭亡后 德林用英文写下 清宫二年级 清末政局回忆录等 诸多反映晚清宫廷 及社会政治生活的作品 风靡海内外 德林也成为我国第一代旅美作家 1963年 德林在加拿大因车祸去世 当时的媒体 以德林公主撞车生死为题 进行了报道 2006年 一部以德林命名的电视剧 德林公主在国内播出 清末有个德林公主 一世间接谈相议 比起高调的姐姐德林 容灵低调的像路人甲 可她也绝不是泛泛之辈 1895年 13岁的容灵 跟随担任驻日公使的父亲 玉庚旅居日本 她没想到会在日本 遇到自己执着一生的爱好 舞蹈 她更没有想到 自己这个爱好 竟会在几年之后 对晚清社会 产生一股变革性的影响 1896年 容灵在日本观看一次演出时 日本异计在富有节奏的 轻缓声乐中 漫妙起舞 如此摇曳多情 一下击中了她的内心 仿佛遇到初恋般 对舞蹈一望情深 恰好 使馆里有一位日本女仆 董哥善舞 她向虚心学习的容灵 传授了很多舞蹈记忆 没想到 容灵的舞蹈天赋极高 很快就学会了 舞姿复杂的 日本古典舞 特规舞 然而 她的首秀表演 却让父亲勃然大 这一天 日本宫内大臣 土方先生的夫人来使馆 进行非正式的拜访 或许为了欢迎贵宾的来临 或许是想与贵宾拉近距离 容灵自作主张地 换上了日本和服 在土方夫人面前 跳起了刚刚学会的舞蹈 容灵跳得极好 自然受到客人的连连称赞 但土方夫人前脚刚走 父亲御庚便大发雷霆 严厉地斥责其容灵 作为清朝外交大臣的女儿 未争得父母同意 怎可以擅自 在外国高官夫人面前跳舞 简直是有失身份 她甚至发出禁令 不许容灵 继续学习舞蹈 以往也有高官子女 在贵客来临时 跳舞助兴的惯例 即便是女儿自作主张 也算不上有失身份的问题 玉庚如此动怒 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不是 此时 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 北洋舰队全军服务 清政府以战败国身份 签订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自此 中日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折 日本取代中国 成为远东 头号强国 长期以来 无论是在政治上 经济上还是文化上 日本对中国 都一直是顶礼膜拜 可如今 堂堂大清 却被岛国日本打败 而自家女儿 更是要穿上日本和服 调日本舞蹈 来讨好日本的高官夫人 这对玉庚而言 岂只是有失身份的问题 更是难以释怀的 民族尊严问题 可十三岁的容灵 哪里能体会到 父亲当时的心境 他的心里 只有对舞蹈的痴迷和热爱 别看容灵瘦瘦弱弱 玉士极有主张 骨子里透着一股倔劲 要让他放弃学习舞蹈 那是绝技不可能的 好在玉庚常在国外 多少也受到过西方 先进思想的熏陶 算是开明 既然如此痴迷 那就由他去吧 好好学吧 玉庚还为容灵 请来专业的舞蹈老师 让他接受正规的舞蹈训 更幸运的是 几年后 容灵遇到了 他人生中的一位大贵人 他让容灵 在欧洲艺术之多的舞台上 大放一彩 享誉欧美 依莎多拉邓肯 美国芭蕾舞表演艺术家 拥有现代舞之母的美誉 他是容灵最大的贵人 1900年 他创立了现代派芭蕾舞 在法国巴黎 一经公演 受到热烈追捧 风靡整个巴黎 而此前一年 也就是1899年 容灵的父亲玉庚 改任蜻蜓驻法公室 一家人远渡重阳 来到法国巴黎 此时的巴黎 是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 欧洲各国贵族 社会名流 会以学习模仿法国为荣 说法国话 穿法国衣服 吃法国餐 学法式礼仪 恨不得护照上 概念也是法国的脑印 文学 绘画 雕塑 音乐 舞蹈的精华都汇聚到巴黎 这个中心 以时 繁华新盛 在巴黎 容灵有幸看到 邓肯的舞蹈 深深着迷 她在姐姐得灵的陪伴下 敲开了邓肯的门 这一敲 敲出了师徒请 容灵成为邓肯接收的 第一位 中国女弟子 有了名师的加持 容灵的舞蹈技艺 进展飞速 而邓肯也十分看重 这位极有天赋的女弟子 她热情地邀请容灵 参加新编的希腊舞 玫瑰与蝴蝶的公演 容灵高兴极了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可容灵的这个决定 却在家庭里面 引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父亲玉庚 气得胡子直往上翘 玉庚不是同意容灵跳舞的吗 怎么这回子又发起怒来了 看看邓肯的舞蹈 您就明白了 邓肯 世界上第一位 披头赤脚在舞台上 表演的艺术家 在他看来 真正的舞蹈 应该是自由的 解放的 应该是灵魂与肉体的 高度统一 应该是表现 艺术中最有道德 最健全 最美的事物 于是 他在演出的时候 放弃传统舞衣 改穿宽松裙袍 赤着双足 披散头发 自由摆动 披头 赤脚 这对受诸多礼教束缚的 中国人来说 简直就是有伤风化 有辱门风 笑不露齿 行不摆裙 是中国规格小姐的行为标准 身为官宽之家的御庚 怎么会容忍自己的女儿 在众目睽睽师下 劈头赤脚地跳舞呢 关禁闭 一周不得外出 闭门思过 这一次 御庚给了熔灵 狠狠地惩罚 可罚了是罚了 但过 熔灵可没死 学武之路 再遇走隔 被关禁闭的熔灵 到底如何化解这场家庭冲突 她还能否登上巴黎舞台 答案继续为您揭秘 一九零二年 在法国巴黎的公演舞台上 一位二十岁的中国贵族小姐 演出了著名的舞剧 《玫瑰与蝴蝶中的蝴蝶仙子》 她的表演充满了青春气息 展现出对大自然的美好追求 赢得了蛮长热烈掌声 以上是历史学家佟超先生 在晚清变局艺术中 对熔灵在巴黎舞台上 公演的描述 这张照片 就是熔灵演出时拍下的照片 年仅二十岁的熔灵 身穿华丽演出服 活脱脱的一个 现实版的蝴蝶仙子 由此可见 即使是关了禁闭 玉刚还是没能阻止熔灵 这次演出 不过从照片中 还是可以看出 熔灵为了能够争取这次演出 对父亲还是做了些让步 她并没有像 妮子邓肯那样 真的就披头 赤足 而是脚穿白色丝袜 精致的芭蕾舞鞋 头戴小礼帽 遮盖着散开的弯曲短发 如此打扮 在俏皮可爱之下 又增添了一些 东方的含蓄美 很快 欧美各大媒体开始纷纷报道 这位美丽的蝴蝶仙子 这是来自当时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份简报 可以看到文章的标题 非常的醒目 翻译过来就是 穿着欧洲礼服的中国女孩 巴黎社交圈里的特别风景 报道 报道用了一半的版面 这篇文章的文章 这样的社会名流 细心的文章的文章 细心的您一定会发现 怎么戎林的母亲 长得不像中国人呢 没错 戎林母亲名字叫做 路易莎皮尔森 正如文章中所报道的 中国驻法公使 玉庚夫人 虽然一半是美国血统 一半是中国血统 却比巴黎人还要巴黎 所以说 戎林其实是有着 外国血统的中国人 回到这篇文章报道 再介绍戎林和德林 文章是这样说的 他们两个 是非常有魅力的姑娘 他们很漂亮 充满活力 就在戎林 被西方媒体大家称赞时 另一位同样来自 中国封建王朝的女性 也出现在 西方媒体的报道中 但态度就不那么友好 这是1900年 6月13日 奥地利当地的一家报纸 刊登了一则漫画 漫画里一位巫婆 穿着忠实的道袍 面目猙獰 她正用手 关上身前的笼子 而笼子里 关了许多西方人 有传教士 有军人 漫画里的这位巫婆 隐喻的 正是当时中国 最高权力的掌管者 慈禧太后 1900年代初 西方媒体眼中的慈禧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巫婆 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形象 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被慈禧 利用下的义和团圆 19世纪末 以符清列扬为口号的义和团农民运动 被清政府利用 成为慈禧太后 向西方国家宣战的武器 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 以报复为借口 进一步对中国 发动大肆侵略和瓜分 1900年5月28日 由英 法 美 日 等八个西方国家 组成的八国联军 攻占北京城 慈禧太后逃亡细安 八国联军进化之后 慈禧历尽艰难 才得以回京 这时 他从对西方国家的记恨 一百八十度地转弯 转为对西方国家的 奴言辟息 此刻 他急需与西方国家 重新对话 而寻找熟知西方文化礼仪 又懂外语的人才 为自己代言 自然成为他最紧迫的事情 1902年 在巴黎郊区的森林咖啡馆里 戎林遇到一位 来自中国的宗贵客人 庆新王的长子 在镇贝勒 这年 在镇寿清廷指派 前往英国 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 途经巴黎时 见到了玉庚一家 这张照片 而这年冬 其装鞋底很厚 约有三寸 他两眼有微光 通关鼻子 两手很美 据我看来 在他年轻的时候 也未必是个角色美 但显然是很聪明的 这是戎林初见慈禧时 对慈禧的印象 53年后 他将这段记忆 收入到自己的著作 《清宫所记》中 那一年 戎林二十一岁 此后三年 他一直身处在 中国政治权力漩涡之地 与慈禧 这个当时 中国最有权力的女人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场尴尬的外交会见 慈禧动起了 怎样的心思 姑娘戎林 又该如何化解 当晚继续为您揭秘 曾经点起脚尖跳舞的戎林 变成了进宫后 每天请安叩见 说着吉祥如意的 御前女官 她常陪伴慈禧太后 接见外国使臣夫人 担任英语和法语翻译 戎林上任御前女官 正值日俄战争时期 此时慈禧 最不愿意见到的 外国宫使夫人之一 就是日本宫使的夫人 内田太太 可这内田太太 偏偏几次三番地求见 让慈禧很是苦恼 她猜不透 内田太太求见 到底是什么意思 会说些什么 如何应对 可总不见也不好 有失礼数 怎么办呢 这时慈禧想到了 五姑娘 容领 别看容领只有二十一岁 但脑子转得快 胆大心细 在涉及外交事务上 颇有奶腹风败 慈禧是个精明的人 她想到会见内田太太时 就由容领陪在身边担任番语 如果遇到尴尬之处 就让容领出面解决 万一出了问题 大可将责任推到容领 这个小丫头身上 果然在会见时 内田太太几次将话题 转移到敏感的战事上 聪明的容领要么装作忘了翻译 要么刹开话题 几个回合下来 内田太太见她谈不出个所以然 只好告辞 容领的这个差事办得漂亮 慈禧很是高兴 特别赏了容领绣花衣料 不仅如此 当她得知容领喜爱舞蹈 慈禧特别恩准 容领可以在宫中继续演习 有了慈禧的旨意 容领在闲暇时 利用宫中的便利条件 从书画 戏曲艺术 以及民间舞蹈等 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 汲取营养 激发灵感 并结合自己在西方所学 开始创作和研究 中国传统舞蹈 编了荷花仙子舞 善子舞 如意舞 菩萨舞等 中国传统舞蹈 完成了从学习外国舞 到研究 创作 表演 中国传统舞蹈的 根本性转变 因为容领的这个特场 再加上 深受慈禧老佛爷的宠爱 太监李延英便想到 何不在端舞节前 让舞姑娘 给慈禧老佛爷 跳唱舞舞节节闷 于是就有了 节目开场的 这场舞蹈 在当天 容领不仅跳了支 中国传统的如意舞 还先后跳了 西班牙舞和希腊舞 两支西洋舞蹈 而这伴奏的西洋乐队 还是慈禧特别下旨 从天津直立总督 袁世凯的府上 调过来的 这次表演 虽是为慈禧解闷 但从中国近代舞蹈 历史的高度来看 此次表演 让容领履行了 将西方所学舞蹈介绍给封闭中国的历史使命 在此之后 陈门的后宫里也逐渐掀起了跳西洋舞的风气 容领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在西方国家 跳过芭蕾舞的舞蹈演员 也是第一个把西方的芭蕾舞 带回中国封建王朝的舞蹈家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来看容领的舞蹈生涯 就会发现 她一生中的舞蹈创作最丰富的时期 正是在宫中担任御前女官的时期 一九零七年春天 玉庚病重 容领与母亲姐姐德领 母女三人不得不向慈禧奏鸣 要侍奉父亲去上海治病 临行前 母女三人向慈禧谢恩 慈禧说 等玉庚病好后 你们赶紧回来 可这一去 他们再也没能回来 一九零八年 光绪 慈禧 先后去世 年仅三岁的溥仪登靖 一九零一年 十月十日 古昌起义强行 京派遥命爆发 统治了中国数千年之久的 封建王朝 开始统风拔进 一九一二年 一月一日 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孙中山在南京宣布 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月十二年 袁世凯迫使宣统皇帝溥仪 反不退位诏书 清王朝就此灭亡 中华民国成立的这一年 二十六岁的戎林 在法国巴黎 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大事 结婚 而与蝴蝶仙子牵手的幸运儿呢 就是这位 身穿戎装 英姿萨爽的小伙子 唐宝朝 大家看看他穿的衣服 是不是很特别 要说起这套衣服 就不得不提一下 法国赫赫有名的圣希尔军校 法国圣希尔军校 由拿破仑创始于1803年 是法国最有名的陆军军校 可与美国西点军校媲美 这里是将军的苗圃 法国陆军所有高级将领 几乎都出身于 圣希尔军校 唐宝朝身上的这身戎装 就是圣希尔军校的校服 他曾经就读于 圣希尔军校的起兵系 是中国留学生 入法国陆军学校之第一人 唐宝朝出身买班世家 他的唐叔呢 正是民国的首届内阁总理唐绍宇 一个是前清外交大臣的女儿 一个是当今民国的内阁总理的唐职 从出身来说 这对家人倒是般配 可说到这般配的婚姻呢 容陵的婚姻还有一个小插曲 容陵出宫时 已二十五岁有余 这在当时一属大龄女青年 但郁家声望地位响当当 提亲的人自然不会少 山东巡抚杨世香 很是看重郁家的这位五姑娘 想把她说给自己的第一门生 刘春莲 杨世香的提议 得到了玉庚的欣然应允 而容陵也是芳心安逊 这刘春莲何须人也 竟让美丽的蝴蝶仙子 如此清暮 刘春莲 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科举状元 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莲善术法 由以小凯为主 她的小凯比例清秀刚进 深得世人推崇 是由大凯学研 小凯学刘志 刘春莲的原配夫人已去世多年 在婚问题上提上日常 可当老师杨世香 将容陵介绍给刘春莲时 这位刘大壮严却婉拒到 我本寒家 其大非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自己出身低迷 容陵的家世声望太大 不是自己理想的配偶 结果一桩美事就此告知 不过刘大壮严虽然没看上 唐小弟却一见清晰 容陵比唐宝朝整整大五岁 但因为两个人都有在法国 学习和生活的经历 共同语言多 感情极好 他们的婚礼也选在具有特殊意义的 巴黎之下 此时 容陵高贵的身份 所依附的亲王朝已经灭亡 但容陵并没有随着王朝的灭亡 而颓废下去 完婚后 容陵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 成为北洋政府的女典礼官 1922年 美国女作家记者 Grease Thompson-希登 游历中国时 曾在总统府拜见当时的 北洋政府总统李渊宏的夫人 而这次拜见正是由典礼官 容陵全权安排 她身材高挑 比一般的中国女子高一些 她身穿白段旗袍 脚上同样包着白段 当她以特有的温婉 静谧的举止迎接我时 显得更为修长 她就像一株摇曳生姿 又带有淡淡忧伤的百合 在西登 撰写的这本游记 中国灯笼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 民国名媛一书 在这里面 她是这样描写容陵的 由此可见 这位女典礼官 给西登留下了深刻印象 容陵凭借出色的社交能力 与外语优势 在当时的北洋政府 与外国之间 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 在西登的书中 她这样描述她所见到的容陵 她是清王朝的容陵哥哥 是黎夫人 与北京外交界的联系人 她将西方的优雅 与东方的高贵 巧妙地融合到一起 形成超越想象的美 那些繁琐的礼节 实际上只占用她很少的注意力 她毕生都致力于慈善事业 慈善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慈善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要理解西登这句话 还是要回到舞蹈 对于容陵来说 舞蹈从来都是她的至爱 她曾这样说到 我太热爱舞蹈了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的 如果说 容陵的前半生 是用舞蹈表演来供人欣赏 那么容陵后半生的舞蹈 则在救国救民的层面上 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 容陵到处组织慈善议演 并亲自参与公益演出 1922年1月8日 容陵曾在上海真光剧院 为救济郊区农民参加议演 1928年2月18日 在由京畔中外慈善家 举行的一眼大会上 容陵表演了华灯舞 荷花龙船舞等舞蹈 一段舞蹈视频 珍贵而罕见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家国故事 当晚继续为您揭秘 站在国人的角度 这绝不仅只是西登所述的慈善 而是一个胸怀祖国的 爱国之人 以自己的微薄之力 为民族奔波 为苍生救火的情怀 这段影像 由美国人约翰·麦克莫瑞 于1926年6月在北京拍摄 女舞蹈家容陵 手持两把剑跳舞的场景 总时长三分钟 这是迄今为止 容陵跳舞时的 唯一一段影像资料 原始胶片现藏于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真本特藏馆 这是一段无声的影片 因为年代久远 画面比较模糊 但从这模糊的画面里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容陵跳舞时的激情与豪迈 此时 中国各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 北伐战争即将打下 1926年3月 国民革命军通过东征和南征 实现了广东广西的统一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以武萨运动 沈港大罢工和广东农民运动 为标志的全国工农革命群众运动 空前高涨 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军阀的呼声 成为了全国人民的 唾切要求 7月9日 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 国民革命军 一路北上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北伐战争 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 四十四岁的戎灵 在西方摄影师的镜头下 直剑而舞 既不是女性的端庄和优雅 又抒发出粗犷雄壮的战斗好情 正应了杜甫描绘公孙大娘 跳剑气魂托舞的那一句 义武剑气动四方 1937年 七七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华民族团结一致 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发表中战诏书 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946年6月 国民党再次背信起义 撕毁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议 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带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开始为彻底推翻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而斗争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此 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 在这激荡的岁月里 我们也没有能找到有关戎林的相关报道 仅从后人的回忆文章中 我们发现 抗日战争时期年故五旬的她 依然会登台跳舞 为抗日筹集资金 支持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但戎林不亮相则已 一公开亮相就非同返向 解放后 在一次新中国国庆的外交宴会上 我们看到了荣灵的身影 当时她被同桌的外宾提了一个问题 当年共产党进北京时 你害怕吗 这个问题貌似个人化 但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一旦回答不好就容易落人口实 可戎林却异常平淡地说 我是中国人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我为什么要害怕中国人进北京 据说后来这段话 在一次国庆招待会上 被汇报给了周总理 在外交部的工作会议上 周总理谈到提高外交人员的业务水平时 特地转述了荣灵的这一回答 并暂许为外交辞令 不但要正面回答这种尖锐直白的问题 而且要对这些问题中隐含的政治挑衅 仅应有的回忌 每一次历史风云突变时 戎林都选择了与祖国共同战斗 1949年 他的选择一如既往 这一次他想亲眼见证 这个伟大国家再一次复兴与崛起 也许他这一句我是中国人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我为什么要害怕中国人进北京呢 并不是一句外交辞令 而是荣灵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1953年 因为特殊的出身与敬礼 周恩来总理亲自聘请荣灵 与他的丈夫唐宝朝 担任中央文史馆管员 这一年尽管荣灵已经71岁 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解放之初 文史馆管员的主要工作 就是根据各自的亲身经历 撰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史资料 荣灵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宫中 担任御权女官的那段经历 并在创刊于1950年的新观察 杂志上进行连载 连载结束后 于1957年 集结出版成《清宫所记》一书 这本书为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 提供了宝贵资料 荣灵的文字轻松流畅 朴实乌华 一如她的性格 这也使得这本书读起来 完全不像一位古兮老人的感慰 这些回忆著作一经发表 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毕竟宫里的生活 对于大众来讲非常新奇 而荣灵自己的人生经历 又为这三年的宫中生活 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 1957年4月 我国泰斗籍的摄影大师 张祖道先生 作为新观察杂志的摄影师 拜访了荣灵 为我们留下了几张 荣灵非常珍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荣灵的背后的墙上 悬挂着她在巴黎时 身穿礼服的照片 晚年的荣灵 非常怀念在巴黎 学习舞蹈 跳舞 演出的经历 每每提起当年 仿佛又回到了 那段青春岁 老师教的一个新动作 经常我是第一个掌握 而且做得非常标准 我姐姐德灵就差远了 因为姐姐并不喜欢跳舞 而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妈妈经常说 我跳舞是臭美一箩筐 臭美一箩筐的荣灵 还有一个特别自豪的本事 那就是她在跳芭蕾舞时 足间的动作特别轻 在舞台地板上 做双足移动时 几乎听不到足间落地的声音 上身也能做到完全不动 就像在水上飘一样 晚年的熔灵 回忆起那段时光 还很自豪 虽然我跟大师还不能比 但是当年我回到中国 就没人能和我相比了 老人家很大观 回忆起快乐的往事 经常逗得陪她的人大笑 虽然已是八旬老人 但皮肤白皙 短短的灰白头发 略带波浪卷 熟悉穿戴 从不马虎 干净利索 高雅幽默 情趣依然 1973年 熔灵因肺部感染 病逝于北大医院 享年91岁 这91年 中国历史风云激荡 熔灵的一生 也伴随着这段历史跌宕起 她是封建盟朝的贵族小姐 倾庭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 北洋政府总统府里的典礼官 抗日战争 年过五旬 依然进行慈善公演的爱国人士 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史馆馆员 地点在变 身份在变 历史也在变 可许 她对舞蹈一生的热爱 从未变了 她对祖国的爱 从未变 曾经众人眼中的蝴蝶仙子 在91年的生涯里 历经艰辛 动荡 但始终独立 高贵 优雅地活着 从不屈服 从不逃避 也从不抱怨 她传奇的一生 构建了 令人深深蛰伏的 生命样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